高丽肉严 基本上就是半山吃 这么多啊 嗯 姐你吃豆腐菜吗 豆腐菜 你觉得他家味道咋样 挺好吃的 我今天过来的 然后今天带着朋友过来吃 这大汤呀 大骨头汤 他家味道咋 一盆肉得多少个鸡蛋呀 20多个 干淋 生姜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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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我来到的是蒲城县延安路沙锅豆腐烩菜馆 然后老板说他们家做这个做的也有年头了 最主打特色就是用沙锅做出来的 我觉得沙锅做出来的东西好像都比平常那种 铁锅做出来的好吃一点 我要了一份红烧肉 老板锅历见了一份红烧肉的和一份高丽肉的 先给大家尝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他家豆腐菜整体味道是偏淡的 但吃下去感觉味道还可以 特别是这个汤特别好喝 刚才看的这个白豆腐是在那个锅里被捞出来的 虽然没放到这个锅里面煮 但是感觉这个白豆腐也有味道 可能也是用调调水煮过的吧 这个猪油 热馒头加猪油 我不知道外地朋友吃过没 我小时候可是吃的这个可是美味呀 热馒头加猪油 再来一点红辣椒 再来一点盐 我们小时候就是热馒头刚成熟的馒头 加上猪油的辣椒 香得很 小时候的味道 感觉小时候能吃这么一段 还是挺好的 文娟你觉得这家饭好吃不 嗯挺好吃的 我觉得味道挺爽透的 然后糖比较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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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